知道我在哪儿吗 美国第一奥莱 大家好 我是老远 说美国第一奥莱 我个人认为非纽约Woodlebury奥莱莱莫属 因为要评价一个奥特莱斯 肯定要从有什么品牌 规模有多大 人流有多少 等等多方面考量 今天我就给大家全方面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Woodlebury是全美第一 那包括交通、餐饮、品牌、小攻略等等 内容丰富、实用 大家一定要看完以后再给我一个赞 咱们开始 首先说一点 Woodlebury因为地处于纽约州 所以它是有消费税的 服装和鞋都是有的 大概是4.1%左右吧 敢说美国第一奥莱 位置就相当重要 Woodlebury奥莱位于纽约州 中央山谷地区 距离宇宙中心纽约曼哈顿 直线距离是40英里 自驾车前往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路况良好 从新泽西州、康州、宾州、纽约州 自驾前往都很方便 导航呢 可以写这个地址 还可以从纽约市出发 乘坐直达奥莱的大巴 有很多乘坐大巴的地点 包括曼哈顿啊 皇后区啊 这些都有 我把一些大巴公司的网址列出来 您可以自己查询一下 往返车票 成人大概是40美元左右 小孩是30多美元 我敢说Woodlebury是美和第一要来 最主要的原因是品牌众多 这里面大概有220多个品牌 先说哪几个没有 一线的大牌呢 也就LV没有 另外好像Sanel的Ball没有 还有Zara和HM没有 属于快销品牌了 其他一线品牌 运动品牌 轻奢 时尚品牌 男女经典品牌 甚至于家居 厨具 墨镜 巧克力 都有 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看 200多个品牌 我大概也就认识40% 把这么多品牌拍下来 是真不容易 如果你感兴趣 请订阅 关注老院的频道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在Woodlebury澳来 购物 逛街 解决吃饭问题并不难 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美食城 有很多的快餐 就是中午的时候人比较多 在美食城里面 还有著名的蛋糕品牌 Lady M 和哈根达斯 逛街逛累了 来一块 网红的蛋糕 休息一下也很惬意 网红的汉堡店 Shake Shack 也在旁边一家分店 离美食城不远 据说还有一个 符合中国人口味的 日式拉面店 在Woodlebury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种 小的食品亭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面包店 非常好吃 在Woodlebury逛街最好有个规划 因为这里非常大 否则会非常非常的累 这个呢是奥莱的地图 在美食城里能拿到 随处还可以看到这种地图 Woodlebury呢是成环形的 分成五个区域 紫色绿色红色蓝色金色 大家可以在地图上 先找到你要去的品牌 看清楚颜色和编号 这样比较好找 简单总结一下呢 就是一线大牌 集中在中间区域 以紫色绿色红色为主 运动品牌集中在红色蓝色 金色呢 是以美国的品牌为主 大家看啊 这个Woodlebury奥莱所在的区域呢 这个叫做中央商谷 就是因为眼前这一片山 到了秋天这里特别美 色彩斑斓 红色黄色绿色胶织 特别特别的美 如果你超级爱购物呢 可以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一次性逛两天 旁边有酒店很方便 如果你不爱购物 附近有著名的西点军校 还有熊山和七星湖 非常适合登山和徒步 尤其是深秋来 绝美的风景 非常推荐 半天购物 半天郊游 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耐克店附近 在这个彪马店旁边 新修理旁边 就有这种小孩玩的游乐园 有滑梯啊 这个小马呀 所以小朋友不愿意逛街 可以在这边来玩一玩 总结一些小攻略给大家 古特别虽然是奥兰 很多品牌呢 平时就有25%到30%左右的折扣 但遇到美国比较传统 比较大的节日 像总统日啊 纪念日 独立日 劳总节 感恩节 圣诞节 折扣力度就更大 我们今天是在Good Friday来的 没有那么大的折扣 但需要注意的是呢 很多一线大牌 没有折扣 逛Woodbury最重要的是要早来 虽然有非常多非常大的停超场 但节假日这里还是人流密集 来晚了很可能没有地方停车 如果停的太远 走路是真的比较累 当然不差钱的 可以停在付费的VIP区域 不过来晚了也没有车位 另外呢 如果来了先去耐克啊 Lululemon Barbary啊 很多的大牌店 因为这些店呢 总是在排大队 来的早趁没人呢 去比较好 今天是美国的小长假 是Good Friday 难得的安地放假一天 我们全家来逛逛这个Woodbury 所以都很期待啊 这次shopping 看看耐克店里面 这些价格啊 两个圆岭山25美金 怎么样 哪件好 黑的白的25块钱 现在早上起来 刚刚开门一个多小时 耐克店里排队交钱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了 coach今天是大出选啊 60% 70%的off 这个包60% 400% 这也就卖160了 这个折扣力度还是很大的 coach今天 428在60% 在60% 这扣持回去不都满的街都是了吗 简单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 这个耐克店里买了很多 你看老院买的这个圆岭山 然后呢 耐克的优惠并不多 25%到30%吧 和平时也差不多 但今天呢 挑了很多的款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安地的这个外套 另外安地买了一个打球的眼墨镜 这个看着还挺酷的啊 打球的时候用的 这个100多美金 另外呢 漂亮妈买了两件很满意的衣服 这个瑞斯 好像是伦敦的牌子 然后他说在这边也很好 我是不太懂 最后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街牌 叫什么K-Spade 这个 这个很优惠 在奥莱呢 能有70%左右的off 另外今天呢 总结一下 我去了扣持店 折扣也很多 Lululemon 折扣也非常非常的多 还是不错的吧 今天不是大的节日 是Good Friday 这样的折扣 有的有 有的没有 但总体还算不错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